本视频由贝壳机221的华生赞助播出 我们主要经营正品配件 各种版本的手机 保证好吃不贵 这小店是我们华生测评 保持独立测评的基础 欢迎大家进店自行选购哦 老粉丝都知道 做测评以来 我用过三个以上的安卓机 只有两个 三星Note 8和1加5T 前者除了顶级配置外 还有一支无可替代的S Pen 满足我随想随机的需求 后者出色的手感和流畅的系统 也切实满足我对手机高效的需要 如今我左手1加右手小米只能二选1 经过这段时间使用 不同于去年 今年我选择了小米MIX2S 这次我们跳过了测评视频 直接来到使用报告 这也意味着1加6以后 都不会单独出现在我的视频中了 所以这期视频 我会尽可能全面的介绍它的表现 最后会给出我的购买建议 至于为什么 我更愿意把它叫做1加5TT 这里先卖个关子 因为我相信看完视频后 你心中会有答案 因为之前两代的1加外观 基本都照搬了OA的设计 我们都一笔带过 但今天我想多聊一聊 手感是张老板一直引以为傲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手感为切入点 来看一看1加6的外观 首先颜色方面 我会建议你尝试两种新配色 因为亮黑色实在有些普通了 指纹和划痕相比之下会更明显 当然这是深色玻璃的特性 月阿白发布之后 就成为我最想下单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白色玻璃配合香槟机的边框 要比MIX2S那种颜色好看多了 但从实拍图发现 这种边框更偏向于玫瑰金 所以我还是放弃了 这个颜色推荐女生购买的指数 也是直线上升 背面说是玻璃 但这次墨炎黑和月阿白 摸起来不那么玻璃 它没有我们熟悉的高亮效果 观感上更接近哑光金属 带来的好处就是几乎不沾染指纹 隐隐的还透着一些玻璃的反光特性 在光线下会反射出一道很好看的S 机器摸起来有一种毛玻璃 类附质的感觉 和喷砂金属笔多了一丝温和 大家都知道 1加5T我嫌太薄 所以一直带着壳子 这次1加6厚度的提升 对于我来说反而是个好事 它也成为第一步 我不带何使用的玻璃后盖手机 1加6背部各元素 在中间呈数值排布 这样看起来 我是觉得比5T更规整 这代没有全套照搬OE的外观 我属实有些意外和惊喜 当然这种惊喜 是建立在前两代不讲究的麻木之下 但我认为这也是个好现象 应该被提倡 我也希望 1加未来可以再次做出像3T那样 不跟随的作品 让我重拾掏钱的冲动 因为背板是玻璃材质 天线条理所当然的被隐藏掉 NFC也不用横切在摄像头上 无论是观感还是实用性 都有所提升 可能是出于保护镜头 摄像头边缘要高过镜片 摸起来有些刮手 指纹识别变成椭圆形 位置适中 正常握字下 都可以顺利飞快地解锁 仔细查个参数 你会发现 1加6的长度 比5T还要少一丢丢 厚度和重量有所增加 我相信 这和玻璃后盖的加入脱不了关系 但最厚处 只有775毫米 177克的重量 在最近发布同尺寸机型中 依旧属于轻盈的梯队 因为是玻璃和金属中光的设计 两种材质在衔接的工程中 难免会有缝隙 当年小米6就可以插纸 拿来1加6以后 我们也是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缝隙肉眼可见 但控制的还算不错 纸张什么的是插不进去的 但有一点 这次的曲变玻璃 是直接收进边框中的 导致拿在手里会有一些歌手感 和三星S9 华为P20 Pro有些类似 不及三星S8那样圆润五缝的衔接 以及1加5T那种一体式弧形金属 我们猜是为了降低手机跌落时 背板玻璃破碎的概率 但这也无法避免成为 为数不多影响1加6手感的因素 底部依旧是熟悉的布局 玩游戏时 大概率还是会挡住扬声器 但今年还保留耳机孔 必须给好评 三的是按键 从机身左侧搬家到了右侧 位于电源键上方 按键严丝合缝 可惜的是 依旧是单扬声器 所以不要太过期望了 中等音量下还行 一旦开到最大 那简直是辣耳朵 这里还不如小语MIX2S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我会是在哪里 如果我们总不曾相识 不存在这首歌曲 每秒都活着 每秒都死去 每秒都活着自己 谁不曾教训谁 做坏意 你忙忙着什么想和你 听那一听那一刻 难得成绩 你出现在我生命 正面不用我多说了 留好耳评 宽度介于iPhone X 和华为P20 Pro之间 底部下部的宽度 应该和OV一样 是安卓手机中最窄的 正因为如此 一加六的屏幕做到了19比9 尺寸达到了6.28英寸 在同等界面中 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 整机线条维持了 一加一贯的设计语言 弧度背板 轻薄机身 适当重量 配上特殊定住的玻璃 外观可能忍者见仁 但机身做工还算扎实 手感也要比同价位竞品 小米MIX2S高一截 问你最关心一加手机哪点 屏幕 屏幕 还是屏幕 这次一加六的屏幕分辨率为 2280x1080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1080P AMOLED屏幕 只不过与OV 华为的1080P相比 一加有更多的显示模式 默认模式色域最高 色能偏冷 sRGB和DCI-P3 色能偏暖 但我还是建议 对OLED屏闪比较敏感的用户 选择这两种模式 亮度对比度 这些都没有什么意外 无论是参数 还是我的实际观感 都和华为P20 Pro 没有太大区别 凭借仅次于iPhone 10的下巴 正面美观性还算不错 如果你对刘海 没有什么偏见的话 不出意外你会觉得 一加六的视觉冲击力要更强 只是有一点我发现 一加六的自动亮度调节 有些问题 在大多数场景中 都会偏暗 这点还是比较影响用户体验的 同样的 一加支持隐藏刘海 只不过 我是觉得有些得不偿失 屏占比降低不说 还要失去陈金式状态栏 我可以接受刘海 但我无法接受的是 一加六在顶部状态栏 空间足够的前景下 还和iPhone 10一样 想看电量百分比 和实时网速 都要呼出通知栏 总的来说 一加六的屏幕素质 没有明显缺点 但如果你对5T的屏幕很有意见 比如显示它的分辨率不够高等等 默认一下它的价格 原谅它 然后攒攒钱 来小生这里下单 港版三星S9吧 最近价格已经很稳定了 机器全新 配件全员 价格公正 同所无期 今年国产手机的相机 像打了鸡血一样 华为P20 Pro上九天揽月 小米MIX2S 奋追iPhone 10 我都准备好迎接另一个iMac 363了 忽然蹦出来一个iMac 519 有些人手足无措 参数上和OPPO25一样 只不过加了光级防抖 辐射用的是iMac 376 2000万像素 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场馆方案 不支持双色温闪光灯 今年镜片样张 我们就拿同价位的小米MIX2S来对比 另外 白天和晚上 分别用iPhone 10和画iP20 Pro 作为标杆看差距 不少朋友会担心这个1.22mm的小底 会影响1加6的夜间表现 那我们先看夜景 第一组查看参数 即使一加在光级防抖的加持下 曝光时间拉长到了五分之一秒 但亮度还是不及十三分之一秒的小米 以及十六分之一秒的华为 这里要注意的是 小米是支持光级防抖的 只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夜景曝光时间被锁在了十三分之一秒 假如未来小米解除了这个限定 我相信这个差距会更大 接下来几组都这样 只不过小米的高曝光伴随着更多的噪点 1加这边涂抹严重 这组就非常有代表性 放大中心的楼宇 1加由于涂抹 已经没有什么细节可言了 而小米这边 很好地怀疑了楼宇的线条 华为在小米的基础上 噪点控制要更好 当然MixRS的夜景表现也不是那么稳定 我们之前就有说 这组小米画面严重偏红 加上噪点严重 观感上可能还不及1加6 但是随着样张的增多 晚上1加剩得少输得多 如果以拍得到这个要求来看的话 小米毫无疑问 也是情理之中的赢了1加 1加由于小底夜景曝光不足 用涂抹来提高画面纯净度 却牺牲了画面的细节 有些杀敌1000自损800的意思 这时候1加比小米多那么点颜色保护度 都不足为谈了 接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白天了 首先看看这个1600万的像素的主摄 会不会在细节上强过1200万的小米 事实上并没有 甚至有些场景下 1加6的细节上稍逊于2S 在编较过程中 1加的2000万副摄像头 一直罢工不会启动 堵住以后也不会影响成片 仅仅靠1600万的主摄强行拉伸 无论是三倍 还是几千的八倍 效果都比较一般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副摄只有在人像模式中才会工作 堵住它仍然可以成像 但是没有办法拍出景深效果 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 这个2000万的辐射 只是用来记录空间景深 还有什么功能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发色上 1加和小米各有胜负 有些场景 1加寡淡 比如这一组的红花 这一组的蓝天 再比如这一组的花束 1加都要淡那么一点 如果把iPhone10的样张放出来 你会发现 差距更加明显 但是在一些特定场景 比如暖色调的阳光下 1加的发色 要比小米更加讨喜 当然 发色这些东西 主观性比较强 我再多放几组样张 大家自己斟酌吧 HD2处理上 1加和小米半斤八两 和iPhone10比 都有比较大的差距 我们之前说 小米MIXS 室内外平衡比较一般 这次1加略强于小米 但也只是略强 比如这两组 我们在众多照片中 挑了一组差距最大的 黄色的桌子 和红色的键盘 1加的风格 更接近于iPhone10 小米这边就直接翻车了 刚好赶上毕业季 我在放几组室内样张的对比 你会发现 它们真的半斤八两 人像模式中 发色上 小米更加讨喜 1加更接近真实情况 拍了一圈下来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数了 1加6的拍照表现 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尤其今年国产机的拍照 大跃进的前提下 1加的原地踏步 显然变成了退步 但大家别忘了 还有录像呢 1080P30帧下 无论是曝光还是防抖上 二者表现都差不多 小米发色偏绿 这是老毛命了 1加的白平衡更准确一些 夜晚小米保持了较高的曝光 但白天的问题也一并继承下来 1加支持1080P60帧录像 相比之下 小米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并且会一直认为 60帧录像应该被加入现在的旗舰机中 体验要比30帧好很多 1加也是少有支持4K60帧录像的国产手机 但和三星S9一样 有着最长5分钟的奇葩设定 颜色上也一改之间的朴素 但在移动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反复拉风箱的情况 画面过度也不如iPhone10自然流畅 可用性不是特别高 虽然和顶级水平有差距 但至少可以看出 1加在录像上 比其他厂商要用心 值得鼓励 这次慢动作也支持到720p的480帧 技术上没有什么值得解读和称赞的 但这次1加允许你先录一分钟 再决定哪部分要慢放 相比于其他手机 要手工去抓去某个瞬间 这个逻辑要更简单 使用性也更高 性能这部分 我不想拉费大家时间了 骁龙845 8G的Bram 128G的ROM 都是顶级配置 什么王者荣耀 什么刺激战场 都不在话下 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1加的系统 好多小伙伴想尝试一加 却被网上解漏二字 吓得迟迟不敢入手 那么它到底解漏在哪呢 它又是否会成为 左右你购买的因素呢 进入主电面后 大部分的操作 都会通过滑动来解决 上滑进入应用抽屉 下滑 呼出通知栏 便签 计算器 录音机 这些该有的它都有 系统自带程序 设计的也很别致 但是语音助手 红外 钱包 健康应用 这些功能就没有了 另外我也一直不是很理解 相册里面的逻辑 没有一个展示全部照片的地方 每次要找一个 不记得在哪里保存的照片 都会很烦 要一个一个文件夹的翻 一加六的手持操作 和当初的测试版比 响应速度有所提升 快是真的快 但卡片的收取动画 和之前还是一样的 观感比较生硬 没有iPhone X那种跟手感 并且每次滑动 都可以感受到一加那廉价的震动 让我有时很矛盾 这到底是点了三大按键 还是手持操作 这点做的确实不如隔壁小米 在操作逻辑上 一加和苹果小米还有些区别 一加把底部区域分为三块 中间负责返回主界面 和呼出多任务 两侧全部识别为返回上一级 虽然这样也不分左右手 但实际体验 没有MIX2S左右往里滑来的自然 我们也曾经说过 这种体型的手机 在手持操作上 应该尽可能避免 大量的底部上滑操作 这样会导致中心不稳 拿不住手机 总体来说 这次的手持操作 完成度还算可以 虽然和iPhone十比还有差距 但至少不像年初的测试版 我用了十几分钟 就用不下去了 今年的845期间中 大家的续航水平普遍降低 这次一加6电池没有增加 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抱太多希望 实测下来 确实 一加6相比于5T 续航水平有所降低 耗电增加体现在 《王者荣耀》和《崩坏3》 这种游戏中 和小米MIX2S相比 属于中暖偏下的水平 还好的是 充电速度在今天依旧领先 从4%开始 半小时就可以冲到60% 一小时冲到90% 75分钟可以冲满 视频做了多了以后 我觉得续航测试 也应该与时俱进的变一变了 暂时我决定引入 等效续航这个概念 它和手机续航的高低 没有必然的联系 还和充电速度 和个人的使用习惯有关 这么解释吧 如果你像我一样 充电时间比较碎片化 那一加因为充电速度很快 即使它的续航不是很出彩 但没事充几分钟 就可以再玩几十分钟 它的等效续航 就可以说非常给力 如果你是出差人士 还不愿意每天 拎着充电宝的话 那么大电池 高续航的手机 对它来说 等效续航会更强 因为它们没有 那么多时间去充电 当然这期 我只是把想法告诉大家 如果未来 我可以把这种测试方法量化 那么续航部分 会变得更加定制和具体化 大家和我一起期待这一天吧 刘作虎在发布会上说 一加只会做旗舰 我这里有几句话想说 什么是旗舰 我心中可以发布旗舰手机的厂商中 混得好的有苹果 还有已经推出中国市场的LG 以及退不退的无所谓的 三星 索尼和HTC 它们不仅可以拿到顶级的处理器 在硬件和软件上 都有自己的亮点 U12的H-Sense 索尼的振动 以及HDR录影 或者是三星的屏幕和S Pen 而有些用着廉价的振动 二等的屏幕 以牺牲防水等很多表面 看不到成本压缩的手机 仅仅用上了845 在我这里都不能叫做旗舰 从目前一众国产厂商的作品来看 没有点年头的积累 想做一个大到屏幕处理器 小到振动 触控 天线等细节 都顶级的旗舰来说 远远没那么容易 是 我知道 像小米MIX2S 1加6 它们只卖3000多 性价比比那些洋品牌旗舰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并且这种产品策略 在中国的成功 也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但我还是希望 在未来的某天 当我们手数5000以上时 摆在我们面前的 不仅仅是国际品牌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用次起舰的标准 来评一下1加6 这次的1加6 依旧在3000档位中 集聚性价比 同样的3599 小米MIX2S 只能买到6加128的配置 1加却可以给你8加128 回头再看看同配置的 建国R1 要面倒4499 加上最近R1 被爆出各种工艺上的小问题 1加和小米 我都会推荐你购买 唯独不建议你选择R1 如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1加 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Mix2S去选择1加6 我也会推荐你去购买 它别致的玻璃手感 轻坏的系统 可以让我忽略掉相机的短板 和一些本地化功能的缺失 但很遗憾 并不是 因为这些原因 我已经选择过5T了 而这个1加6 系统使用起来和5T比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无非是屏幕大一点 手感好一点 再加上续航和相机相对差一点 我是不会再掏1000多去换新了 所以我认为 今年的1加6 叫做5TT更合适 目前 1加急需地解决问题 就是尽快补习系统功能上的短板 这样 才能把自己的用户群体 从发烧友 性能档 渐渐普及到大众 如果你预算3000左右 想找一个功能简单 系统飞快的安卓手机 对夜间拍照不那么care 那1加6是你应该考虑的首选 这里特殊说明 如果你特别喜欢拍照 那建议你选择8加128 以上的版本 性价比和新配色是一方面 因为1加6 1600万的主摄 它拍的每张照片 动辄七八照 64G可能不太够用 但如果你非常重视相机的综合实力 还喜欢非常丰富的系统功能 又或者你是LCD档 那MixRS又是你唯一的选择 这两部手机的推荐指数都很高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行选择吧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我来第一时间 或许最近视频 更多实拍样张 关于数码产品的使用心得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华大学校生 哦对了 还有我的小店 主要经营正品配件 和各种版本的手机 这也是华生测评 保持独立的基础 感谢大家一路支持 我是小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